字幕君 嗨,大家好 距離上次的教學其實已經隔了一年 那我們從今天開始繼續好了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基礎的去背教學 為什麼說基礎呢?現在網路短片有越來越多人會做特效 也會用到許多綠物去背的部分 比如說像這隻 就是有用到一些綠幕的部分 那我們首先呢 來跟大家講解一下怎麼樣做基礎的去背 那現在呢我們載入素材影片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影片的Quality 我們選擇一個比較好的Quality來做調整 那我們就選這個吧 因為呢它相較於前面那顆鏡頭這顆鏡頭的畫質比較好 那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這個影片上面有什麼瑕疵地方 那基本上沒有 邊緣也算清楚 邊緣也算清楚 只是這裡有一些毛毛的地方 不過到之後去背會一併把它修掉 我們要做之前呢要先check一下我們的工作環境 那我們先看一下旁邊這裡 這裡呢現在目前是16bit Pre-Channel 一開始當你進來的時候可能會是8bit 那為了一個比較好的製作品質來說 我們會希望調成16bit Pre-Channel 因為這樣子它的色彩深度是比較深的 也意味著它的層次會比較多 不會發生像8bit Pre-Channel的時候會有一些漸層的問題 那現在呢我們要做的就是開始去背 有些人可能在做去背的時候是直接搜尋keyline 然後就直接丟進來 點擊screen color 然後就在這個畫面上去做調整 其實這樣子是不太好的 因為我們在做去背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以色版的方式 也就是說我們會先製作一個黑白的抠像 所以呢正確來說我們應該 將這個影片duplicate 然後用這個複製好的影片去做色版 那這個時候我們才開始做就是載入keyline 那在載入keyline之前呢 我會先將這個影像的對比調高一點 這樣讓它的顏色是比較分明的 綠色是比較清楚的 那其實在這個綠背呢 也沒有其實沒有做得很好 因為正常來講 我們會希望綠背是更均勻一點 然後我們搜尋keyline 把keylight 特效載入 然後我們screen color 直接點擊綠色的地方 那我們先把它底層也去掉 我們這個可以改名叫做mate 好 好 當我們點擊完之後 我們可以按 alpha底圖的模式來看一下 看哪裡有問題 基本上問題還蠻多的 但是比一開始來的好 那現在呢我們可以先將keylight的view改成screen matte 那這個時候可以看到其實它黑的地方不是全黑白的地方 而是全白 那在這裡呢我們會希望將黑的地方盡量調整成全黑白的地方 要完全去掉的地方盡量調到全白 所以呢我們將keylight下面的屬性screen matte打開 我們在這邊做調整 Clip black這邊我們將它的數值調高 那你會發現黑的地方不見了 當你調回view final result時候 你會發現比剛剛乾淨非常多 我們再回來screen matte 那現在呢我們要把白的地方調成全白 所以呢我們將clip white這裡數值往下降 那你會發現它已經完全變成全白了 那這個時候它的黑白扣像我們大致上是完成 所以呢我們將底圖background打開 在track matte模式呢我們選擇luma mate 那你會發現這個具備出來的品質 比一開始我們直接在被逛這邊做來得好很多 那只是呢它有一些邊邊角角的地方我們需要做修正 那我們可以調整這個screen prepler 稍微拉高它一點點 我們在screen shrink and grow這邊呢 我們可以把它往內縮 數值調小 你就會發現邊緣的地方往內吃掉了 我們盡量調整到一個比例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screen subnance稍微開高一點 讓它的邊緣呢可以舒服一些 那現在呢基本上這個具備是算OK完成 那足以應付大部分的狀態 那當然可能比較高段比如說如電影集 或是廣告集來說 這樣可能還是有很多調整的空間 那現在呢我們把這兩個物件 precount起來 我們要做的呢就是把這個 皮膚裡面的綠色以及邊緣的綠色給抽掉 所以呢我們新增一個攝像彩度 丟進來之後 我們將channel control改成greens 然後我們將green的這個saturation 稍微的改變一下它的顏色 改成到一個比較正常的 比如說這邊啊 接近你皮膚的顏色 那基本上這樣的狀態 是算比較可以接受了 然後接下來你就可以開始進行做調色的工作 這樣子這樣子的製作 你才不會影響到你原本想要調色的結果 就是大概和一下 然後呢 稍微改變一下這個影像的色溫 因為色溫其實不太對 這樣子的效果其實就還不錯 那就我們以上呢 作為一個簡單的具備教學 那在今天告一段落